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2024年3月4日 随着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五季的热播 中国台湾艺人谢金燕作为嘉宾的参与引发了广泛争议 这位娱乐圈的传奇人物 以及独特的个人经历和坚韧的性格 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谢金燕的出道经历可谓一锅三折 她以女丑身份进入娱乐圈 随后成功转型为一名歌手 展现了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然而与她在舞台上的辉煌相对应的是 她充满曲折的个人生活 在年仅15岁时 她就背负了新二代的身份 却鲜少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知名艺人诸葛亮 父母离异后 她更是几乎与父亲断绝了关系 不承认她的身份 这种家庭背景的复杂性 无疑给她的成长带来了不少压力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谢金燕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却经历了未婚生子的风波 这一事件不仅让她的事业受到了重创 更让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大打折扣 然而 面对生活的重重打击 谢金燕并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 她在42岁时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这场演唱会不仅是对自己实力的展示 更是对过去困境的挑战和超越 谢金燕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女性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韧和勇气 无论是家庭的变故还是事业的低谷 她都没有放弃自己 而是选择用实力和努力来证明自己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当然 谢金燕参与浪劫舞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有人认为她的个人经历 与节目定位不符 但我认为这正是节目的魅力所在 它不仅仅是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 更是一个展现女性多元化人生经历的平台 谢金燕的参与无论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看点 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不同生活阶段所展现出的不同魅力 对于谢金燕来说 参加浪劫舞或许是她人生中的又一次挑战 但我相信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她都会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来征服观众 我们也期待她在节目中能够展现出更多的才华和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谢金燕作为浪劫舞的嘉宾 无疑给节目带来了不少看点和争议 但更重要的是 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坚韧和勇气 希望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力量 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